翁红的女儿,林青霞的女儿,邱淑珍的女儿,都输给了她的女儿。 翁红的女儿,林青霞的女儿,邱淑珍的女儿,都输给了她的女儿。 刘氏,英文名叫Crystal,即水晶,刘氏是温洪和先生刘冠婷的女儿。 2015年刘氏和妈妈温洪加盟加油小当家,而被人们熟知。 秦爱林,是林青霞与香港富商行李员的大女儿,1995年出生出夺的婷婷玉丽。 林青霞两个女儿非常吸睛,秦爱林曾被林青霞形容十分像当年拍窗外时的自己。 沈月,是邱淑珍和富商沈家伟的大女儿。 二妹叫沈日,三妹叫沈行,被老妈扮得心潮,看来更有明星味,曾与妈咪出席时装秀和古剧机及郭富城婚礼,抢走不少风采。 布布,佳添文,与修杰凯的女儿。 布布参加的芒果台妈妈是超人节目,被大家熟悉。 因呆萌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。 贾静雯,1974年10月7日,台湾知名女演员,节目主持人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业,被星探发现而入行,拍摄爱之味妞妞甜八宝广告 后担任儿童节目主持人,再成为知名女演员,以天屠龙即堪称其代表作 前夫为孙智浩,第二任丈夫为演员修杰凯 其帝为歌手、作曲、作词人,组合员为觉醒之位思理,一席为演员朱欣怡 2005年和孙智浩结婚,并于2005年6月19日诞下长女孙林倩,吴同妹,2009年4月3日传出婚变,2010年7月12日两人正式离婚 2010年年终因女儿监护权在美国及台湾有不同判决,现跟前夫家官司诉讼结果一帝帝 贾星文在网易娱乐专访时,谈及与修杰凯的子弟恋,他表示现在对爱情保持着顺其自然的态度,我觉得过程中最重要吧 结果反而没那么重要 因为那个过程如果没有累积到很好,那结果也不会很好 对于修杰凯与吴同妹的互动,他也透露宝贝女儿已经接受妈妈的新男友,目前都还蛮好的 这对子弟恋越爱越稳定,修杰凯也早融入贾家,也对吴同妹疼爱有加,果真两人恋行修成正果,让40岁贾静文成功怀孕 而修杰凯在脸书上分享即将当爸爸的喜悦,谢谢你,小天使,一路陪伴着我们一起迎接另一个小小天使的到来 谢谢你,妈咪,谢谢你让我成为最幸运的人,我会用我的幸运,转换成幸福,让我们一起拥有 马上引来网友祝贺恭喜 两人已在日本求婚成功,修杰凯将带小孩出生后于年底入屋服役 2015年8月14日,四女儿修允飞,步步,诞生 2016年11月28日,贾静文宣布再度怀孕 险于2017年3月18日,门女儿修斯宇,步步步妞,出生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